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先进封装技术正成为人工智慧行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业界报告指出,主要供应商台积电目前的先进封装产能已经全部预定完毕, 其中,汇达占到超一半的份额。 DJ Times指出,汇达已预定了台积电在2026年生产的80万至85万品晶圆。 与博通和AMD等竞争对手相比,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份额。 台积电的CoreOS先进封装解决方案,一直是行业内最受青睐的技术。 然而,供应链消息人士此前指出,台积电无法满足行业不断增长的封装需求, 决定将部分订单外包,由台湾的日月光和西品精密等企业负责分担。 与此同时,台积电正积极扩建其CoreOS生产线,计划在台湾和美国新建工厂。 尽管如此,这也让一些企业开始思考替代选择,英特尔的EMIB技术由此一军突起。 业内城,已由厂商开始考虑从台积电的CoreOS方案,转向英特尔的EMIB技术。 先进封装技术,抑制式提升人工智慧晶片效能,实现多晶片集成的关键步骤,某种程度上,其重要性与晶片尖端工艺不相上下。 分析指出,为了满足Blackwell Ultra晶片的量产需求,同时为下一代Rubin架构做准备, 辉达已经抢占了台积电的大部分先进封装产能。 而随着辉达H200AI晶片重新进入中国,该公司未来还可能扩大需求,从而对台积电的产能构成进一步的挑战。 台积电预计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两座封装工厂,并在2028年开始量产。 尽管如此,台积电一家公司还是无法附和全行业的订单需求,这也为英特尔参与竞争,提供了切入口。 相较于技术成熟的CoOS,EMIB的优势主要在于面积和成本上,允许高度客制化封装布局,意味着其可以整合更多复杂功能的晶片。 但对辉达AMD这类对于频宽、传输速度及低视野需求较高的GPU供应商来说,台积电的CoOS仍是其首选的封装解决方案。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加速扩充先进封装产能,预计2026年底CoOS月产能达12万片以上,较原先预期大幅提升20%以上。 辉达包揽过半产能,全年预定80万片至85万片,博通位居第二,获24万片主工Meta和Google,AMD排名第三,联发科也进入ASIC市场。 为此,台积电正加速扩充先进封装产能以应对人工智慧晶片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12月中旬,据台湾媒体报道,半导体设备业者透露,台积电与日月光集团、AMKER、联电等非台积阵营双双双加速扩充CoOS产能。 2026年底,台积电月产能将达12.7万片,而非台积阵营产能也从原预期的2.6万片激增至4万片,调升幅度超过五成。 在客户份额分布上,辉达继续主导市场,包下台积电CoOS过半产能,全年预定量达80万至85万片。 紧随其后的博通2026年,约取得逾24万片产能,主要供应Meta与Google TPU等客户。 AMD位居第三,而联发科也正式进入ASIC赛局,预定近2万片产能。 这一产能扩张计划与摩根士丹利11月的预测基本吻合。 该行当时预计,台积电CoOS月产能将达12万至13万片,较此前估计的10万片大幅上调超过20%。 此举旨旨在匹配新增的3奈米前端晶圆产能,以满足AI晶片的巨大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据摩根士丹利分析师Tiffany EI等人,在此前的言报中称,在黄仁勋访问台湾,寻求为其下一代,Ruben平台确保产能后,台积电已决定增加每月2万片的3奈米前端晶圆产能。 进而带动后,端先进封装产能同步提升。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AI追踪报告,台积电此次决定增加2万片3奈米前端晶圆产能,促使公司同步规划CoOS产能的大幅扩张。 分析显示,CoOS产能道,2026年底至少将达到每月12万片至13万片,较原先预期的每月10万片基础大幅提升。 摩根士丹利指出,CoOS作为先进封装技术,是支撑高效能AI晶片的关键环节。 随着3奈米制程进入量产阶段,配套的封装产能必须同步扩张,才能满足AI客户的交付需求。 摩根士丹利最初预计,台积电2026年的3奈米产能约为14万至15万片每月,但最新讯息表明,这一数字可能被上调至16万至17万片每月。 如果该扩产计划被以实施,将对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产生直接影响。 据估算,新增产能将需要约50亿至7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支出,从而可能将台积电2026年的总资本支出从目前约430亿美元的预期,推高至480亿至500亿美元的区间。 此外,台积电2027年也将精进CoOS技术,以满足AI对更多逻辑和高频宽记忆体HBM的需求,届时会量产9.5倍光照尺寸的CoOS。 进而能以台积先进罗机技术将12个或更多的HBM堆栈整合到一个封装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与非台积阵营的产能扩张决策, 源于GPU与特用晶片ASIC客户需求均超出预期。 据报道,半导体设备业者证实,尽管近期Google TPU声明大噪,市场不断涌现ASIC阵营侵蚕版图的看法, 但半导体相关业者多认为,拥有Cuda护城河的辉达仍是大型模型训练的主导者。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强调,GPU与ASIC的定位完全不同。 业界普遍认为,ASIC以客制化、低功耗与推论效率渐长, 两者发展为共生共融非互斥关系。 根据订单分布,汇达2027年随着产能增加, 包揽过半产能的比重将保持不变。 与Meta和Google TPU等客户合作的博通,成为仅次于汇达的第二大客户。 报道称,除了辉达AIGPU既有供应链已相当完整, Google领军的ASIC供应链成长动能备受期待。 AWS、XAI等ASIC晶片产能也将陆续开除。 这一赛道涵盖锡品、联发科、创意、世新、联亚、旺锡、 营柏、智茂、金像电等多家大厂。 IC测试设备大厂宏进之言, 来自ASIC客户订单将在2026年下半全面爆发。 联发科正式进入ASIC赛局。 2026年取得近2万片产能, 标志着这一市场的竞争格局进一步扩大。 除此之外,随着美国正式批准, 汇达向中国出口其高阶H、200AI GPU、 英特尔和AMD等也将松绑, 三大厂重返中国AI市场。 对此,有报道指出, 尽管美国政府将对其销售总额抽成25%, 但设备业者认为, 这一笔全面禁止, 利润归零来得好。 若H200可顺利销往中国, 汇达未来一年的4奈米与CoOS订单, 渴望再略为上修, 台积电大联盟也将挤上添花。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